道看电视剧 大家好我是偶尔不好好讲剧 还要道着讲的 同时话很多的小姐姐小黑 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 就是我们的浪子尖客李逍遥 只要有人和他在一起 就会离奇死亡 传说中的客游客即刻全家体质 有一天他来到一处闊庙修行 偶遇了上古神兽麒麟 这是一个孤独的神兽 上千年来没人和他说话 两人一拍即合说了三天三夜 李逍遥的悲惨遭遇 让麒麟很是同情 于是麒麟向他的上司女娃求情 希望能让李逍遥逆天改命 女娃这时候正发愁 如何拯救生灵涂炭的人间 便向李逍遥提出要求 只要能够协助他的继承者赵灵二 打败拜月教主 他就把灵二许配给他 单身多年的李逍遥连忙大意 踏上了打败大反派 迎娶百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道路 但是女娃搞错了时间 把李逍遥传送到了十年前 李逍遥救下了一个小小的灵二 她深知对象要从娃娃抓起 便把灵二送往西边的一个不知名小岛 准备将自己的童养席放羊长大 接着她联系女娃 传送回正常时间线 她找到拜月教主 拜月教主十佳人爱好科学研究 还是一个中二病晚期患者 她计划把愚蠢的人类清洗干净 创造一个全新的鬼才世界 她真的应该会隔壁玉之国班认识一下 她找到拜月教主 并公开表示对拜月教主学术研究的支持 不要管别人说什么 你应该相信你自己 拜月教主十分感动 就决定不搞事了 还用研究成果为李逍遥分析出 她的童养席灵儿正在东边的仙灵岛 李逍遥非常困惑 明明她把灵儿送往了西边 拜月教主怎么说在东边呢 因为 我们住的大地其实是圆的 女娃知道光兵李逍遥一个人 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仙灵岛的 派给她一个狗头军士 兼前拜月教后勤阿七 并告诉李逍遥 她还有个队友被困在索妖塔之中 需要她去拯救 就这样李逍遥和阿七踏上了新的争承 因为索妖塔非常危险 阿七手无腹肌之力 李逍遥只能独自进塔 李逍遥在索妖塔中 一直没有找到队友 十分着急 鼠山突发地震 李逍遥差点被塔中的石头砸死 幸好被塔中游魂林月如救了 确认过眼神 月如就是李逍遥要找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 由于小姐姐们产生了分歧 竟然吵出了多个结局 李逍遥和林月如 侥幸逃出索妖塔和阿七成功会合 他们一路上行侠仗义 关系贱密 李逍遥是个画牢 常常找林月如谈天说地 讲述江湖中的鸡毛蒜皮 剑士找的月如很快就迷恋上了李逍遥 李逍遥也是个贱迷 常常找林月如比武切磋的 还学会了林月如的家传剑谱 就这样子 剑士找的月如更加喜欢李逍遥 还默默发誓永远在李逍遥身边 阿七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她为了得到最佳助攻 不懈努力 此时半月照的云孽 找李逍遥复仇 让李逍遥吞下毒药 阿七把李逍遥体内的毒性 逼入自己体内后 悄然离去 李逍遥虽然没有了性命之威 但是她忘了和吕娃的约定 自然也忘了自己 还有个童养喜灵儿 林月如一直在李逍遥身边 悉心照顾她 并把她带回了林家宝养伤 李逍遥很是感动 于是向月如许下了 永远在一起的誓言 两人最后拜堂成亲 潇洒浪人间 而远在天边的灵儿 被吕娃召回 继续当吕娃后人 照佛人间 三人成功会合后 活泼开朗的月如 很快就和李逍遥 阿七两人打成一片 月如和李逍遥比武练剑 和阿七无所不谈 就这样 阿七深深爱上了 和她聊得来的月如 一路上对月如很是关心 而逍遥对此毫不关心 一心只想找到自家媳妇林二 一天 阿七专门从苏州找来拉面师傅 就为给月如做一碗拉面 而这碗拉面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月如从面里找到了 自己家的位置 于是三人立马赶往苏州 终于找到了林月如的亲人 原来林月如是武林世家 林家宝的千金大小姐 这个身份不得了啊 江湖上得知林家宝的千金归来 一时之间上门提亲的人 络绎不绝 月如复兴很是为难 就为林月如安排了一场比武招心 爱慕月如的阿七很着急啊 自己就是个狗头军师 武功什么的根本不会 李逍遥看到自己的军师 变得如此悲伤 便交受了阿七几招招式 临时抱佛脚 终于到比武招心的这一天了 月如看着这些歪瓜裂枣 很是气氛 三下两下就把他们打下擂台 这时阿七终于无其勇气 爬上了擂台 一番真情实感的告白 打中了月如 月如最后和阿七拜堂成亲了 而李逍遥不忘一直等待自己的同样心 向他们告辞 乘风破浪抵达了仙灵岛 李逍遥拿着女娃给她的宝物 破天锤 打破了岛上设置的机关 她拉着灵儿找到了姥姥 两人拜堂成亲 还生了一个白白金金的小女娃 李逍遥想尽天伦之乐 三人成功会合后 李逍遥帮林月如认定归宗 还策划了一场比武招亲 为林月如找到了如意郎君 她还鼓励阿七奴隶读书学习 结果阿七真的金榜提名 还赢取了美丽善良的花蝴蝶 李逍遥心想 自己就这样走上了人生巅峰吧 没想到的是 李逍遥沉船渡河的时候 居然遇上了海啸 巨大的海浪向李逍遥破来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河上会有海啸 渺小的李逍遥无能为力 只能被海啸吃掉 刚从海啸的血盆大口中逃脱 李逍遥还未反应过来 数十个巨大的石柱 向她胸口扎来 李逍遥被瞬间弹飞 雪条直线下降 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候 李逍遥的主角光环 被强制触发 并召唤出了神器 过天锤 自救成功 随后李逍遥走进了 她魂牵梦绕的仙灵岛 东张西望 寻找着自己的同样心 这个时候 她看到波光灵灵的湖中 有个仙女正在洗澡 岛上的生活条件 这么不好的吗 李逍遥陷入沉思 仙女察觉有人在偷看 立马起身 用法术打得李逍遥 不敢动弹 李逍遥一阵解释 才逃过此间 当她抬起头后 才发现 这个姑娘就是自己 一直苦苦寻找的媳妇啊 这时的灵儿 也认出了李逍遥 于是脸上笑嘻嘻 心里喵喵咪的 带着李逍遥去找姥姥 灵儿从姥姥口中得知 自己要和李逍遥结婚 一瞬间晴天霹雳 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 喜欢偷窥的变态 成为自己的丈夫呢 这没亲事 我不同意 于是灵儿告诉姥姥 李逍遥是个偷窥夸 计划和李逍遥假成亲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灵儿施法让李逍遥 忘记了前程过往 将李逍遥赶回了老家 失去记忆的李逍遥 回到老家 继续当她的小混伙 过着没心没肺的日子 偶尔她的脑海里 李逍遥会想起逍遥哥哥 臭蛋 这样让她摸不着头脑的话语 她甩甩脑袋 还是珍惜当下吧